这里是河北省搏头市富镇 一个普通的十字路口 这家热水器的销售门店 四年前还十家网吧 2010年8月1日的晚上 19岁的张庚赫在网吧门前 被人殴打 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时过境迁 周围的人也许早已忘记 那晚发生的悲剧 但是对于张庚赫的父亲来说 儿子的突然离去 使他心头永远的伤痛 他们在都看不顺眼 这么三个字 四年过去了 当年参与这起案件的四个人中 有两人因不满16周岁 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另外两人已经被判刑入狱 但是事情并没有因此而平息 我绝不妥协 一定要法律给我一个最公正的裁断 能叫我家人 能得到心灵的一个抚评 能叫我儿子能明目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2010年8月1日的晚上 19岁的张庚赫在网吧门前被人殴打 经抢救无效 离开了人世 四年前的那个晚上 悲剧因何而起 时至今日 这起案件又为何争议不断呢 这个2010年8月1日晚上 22时 22时去国际支部中心 见了这报案 这个报警这是受害人的这个叔叔 报警 到现场情况是什么 到来到现场以后 这个受害人这个 已经这个被家属送往医院了 这个嫌疑人作案以后 已经逃离现场了 警察赶到现场时 四名嫌疑人都已经逃跑 警察一边对目击证人进行走访 一边对现场进行了勘察 这几个嫌疑人以外 以后咱们脱离现场了 这个情绪一直没走到 后来就 这个事出来之后 几个嫌疑人是怎么答案的 这个案发以后第二日 8月2日 这个嫌疑人 新总的移民嫌疑人 这个就中央来投案了 因为他涉嫌了故意伤害 把他就刑事去留了 这起案件 一共有四名涉案嫌疑人 最先投案的人 名叫汪朝阳 案发时他刚满18周岁 几天后 另外两名涉案的嫌疑人 汪帅 汪鹏也先护导案 但是第四名嫌疑人 汪云锐 在案发之后 却迟迟没有导案 通过对司法机关的 也在同一间网吧 也在同一间网吧上网 双方互不相识 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为何大打出手呢 王帅就夺过这把刀 就说你叫人吧 来一个我统一 看似普通的案件 却争议不断 就是说这么两种分体意见 目前还没有定论 网吧门前的悲剧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张庚鹤平时并不在老家博头 因为父母一直在北京工作 张庚鹤从小也在北京上学 2010年他19岁了 高中刚刚毕业 想趁暑假回老家看一看 就跟我说爸我要回家 看看我奶奶跟我说 因为我弟弟呢皮肤病 闹了四五年了 也治不好 他说我回家看一看 张庚鹤回到博头老家后 陪奶奶和叔叔待了一天 第二天下午 也就是8月1日 他约了两个同学 一起去镇上的网吧上网 我们就我们三个就在那 挨着就在那里上网了 那时候都会认识 张庚鹤的同学回忆 那天下午 他们三个人一直在网吧玩 而汪云瑞等四名涉案的嫌疑人 那天下午也在这家网吧上网 到了下午三点钟左右 王云瑞四人呢 离开了网吧 汪云瑞 汪朝阳 汪帅 汪鹏 都是副镇本地人 四个人平时常在一起玩 那天下午 他们四个人离开了网吧 就去附近的一家餐馆 吃了点东西 晚上时时许 四个人吃完晚饭 王朝阳先行骑摩托车 去网吧买烟 这三个人呢 不行了 他们三个人在路上呢 王云瑞就提出来了 我想打下午在网吧上网的那个穿白色衣服的男子 王云瑞说的那个穿白色衣服的男子就是张庚赫 此时张庚赫还跟两个同学在网吧上网呢 他还不知道厄运正一步一步向他走来 要打他理由是看他不顺眼 王帅呢听到这个之后呢就积极享用 也就说我看他也不顺眼 由于王朝阳先行一步去买烟了 王云瑞提出要打张庚赫的时候 王朝阳并不在场 此时呢 王云瑞就问王鹏 说棍子呢 王鹏就说了 带着了 打架的时候好用 王云瑞又说谁不打不好 然后三个人就去网吧 这个棍子呢 是王鹏他们下午离开这个网吧之后 王鹏在路边捡了一根白色的塑料棍 关于这根棍子的长短粗细 几个当事人的供述都存在一点差异 关机关事后也并没有找到这根棍子 记者从几名嫌疑人的口供中 只能大体判断 这是一根直径大约三四公分的塑料棍子 到了网吧之后 室友王云瑞指认了一下 本案的被害人张庚赫 后来王帅将他叫了出来 跟张庚赫一起上网的同学也回忆 张庚赫被叫出后 他们两个也赶紧跟了出来 就出来的时候 他们其中一个人打了他一下 打了张庚赫一下 打了他什么地方呢 打了马带 王帅就捡起塑料棍 然后打了张庚赫 头部一下 棍子被打折了 王朝阳此时正在网吧买烟 他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打张庚赫 但是他却看到了王帅用棍子 打张庚赫的一幕 两个一起来的同学 见到张庚赫挨打 想冲过去制止 但是被汪云瑞等人拦了下来 张庚赫边问 就说你为什么要打我 王帅就称了 你服吗 不服叫人 这个时候呢 王朝阳拿出了一把折叠刀 王帅就夺过这把刀 就说你叫人吧 来一个 我捅一个 张庚赫担心自己再次被打 就赶紧接了个电话 打给了自己的叔叔 几分钟后 张庚赫的叔叔 开着车赶了过来 还带了另外两个亲戚 我这一看可能是我们来了 一看车 随后呢 拿砖头啊 投了个一下 张庚赫的叔叔回忆 他看到张庚赫 用砖头打了王帅之后 有三四个人都冲了过去 把张庚赫围住 他们也赶紧冲下了车 此时呢 在这三个亲戚当中 便有人对王帅 进行了轻微的击打 有些轻微的暴力行为 几个人在网吧门前 发生了相互的撕打 但是彼此都没有造成 严重的伤害 这些亲属就问 问这个王帅 你是哪个村呢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这样呢 王帅就做了回答 我认识他的父亲什么的 也是看我们来了 也是怕 可能也是怕得打吧 也是 所以我们呢 一看认识就不用打了 王帅和张庚赫都不知道 虽然他们不住在同一个村 但还算是远房亲戚 于是双方都停止了打斗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人们听到了一个声音 是一个玻璃瓶碎裂的声音 人们就随着这个声音去看 发现王朝阳手里边 拿着一根已经碎裂的 这个玻璃瓶锁 而这个张庚赫呢 就捂着头 摇晃了几下 喊说疼死我了 就倒在地上了 究竟王朝阳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用酒瓶击打张庚赫的头部 除了他和张庚赫以外 在场的人并不知情 由于王朝阳拒绝接受记者的采访 我们只能从案卷中查看他的笔录 了解当时发生的情况 王朝阳就撑了 说当时看到这个张庚赫啊 到墙也要去 捡砖头 准备再次打这个王帅 他就从后背 拍了拍 张庚赫的肩膀 张庚赫回过头来之后 王朝阳顺手拿了个瓶子 打了张庚赫的头部一下 瓶子碎了 时至今日 我们无法得知 王朝阳所说的是不是实情 更无法从张庚赫那里印证 他是不是要捡砖头 再次去打王帅 但是当众人再次把目光 聚集到张庚赫身上的时候 他却捂住了自己的头 我真的呀 这医疑户都已经倒下了 怎么嫁了 怎么起回来了 张庚赫的叔叔见此情况 赶紧打电话报了警 同时立即开车 把张庚赫送到了附近的苍州 我的家属给我打电话 就说孩子跟别人打架了 打架了以后呢 现在呢往苍州拉 我一算一时间 我在北京回苍州 但是当张庚赫的父亲 赶到医院时 张庚赫已经昏迷 正在手术室进行抢救 早上六点多 孩子推出来了 大夫 主导大夫来跟我讲 孩子脑散了 很抱歉 就说你们心里有个准备 张庚赫的父亲 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刚刚分别两天的父子 就要阴阳两个 我们在北京天南医院 然后找个大夫 来到这看过孩子 他对这个病情 已经就是说 没法控制了 2010年8月5日 也就是案发后的第四天 张庚赫抢救无相 离开了人世 用别了深爱的家人 过年夜饭的时候 都是 撑一半饺子 饭到桌子上 等我们吃完了饭以后 那晚饭也不如担心 于是让大家都高兴 大家都高兴的时候 我们一家人 都拖开了 个人都笑 都哭自己了 这三年 都是这么过的 事件报告 能否揭开真正的死因 你觉得一共就能造成的伤害 死亡结果 这不是我觉得 哪一鉴定结论 有明确的结果 同一案件 两种罪名 各方争议不断 看不出造成这个什么样的结果 当然造成了我们这个伤害的结果 从整个案情来看 这样话是不太科学的 网吧门前的悲剧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张庚赫的死亡 给家人带来了巨大的悲痛 而通过回顾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案子的案情并不复杂 几名嫌疑人在到案之后 供述的内容也基本一致 但是 这起案件并没有因为法院的意志判决而平息 反而引发了更大的争论 案发之后 涉案的四名贩子嫌疑人当中 有三名已经投案自首 但是最先提出要打张庚赫的嫌疑人汪云锐 却一直在逃 直到2011年 汪云锐才迫于各种压力投案自首 而此时 针对汪朝阳 汪率的诉讼 已经在河北省苍州市中级一名法院 开庭审理 苍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 用酒瓶击打张庚赫头部的嫌疑人汪朝阳犯故意伤害罪 被判处无期徒刑 另一名用塑料棍子击打张庚赫头部的嫌疑人汪帅 也同样犯故意伤害罪 但由于案发时 汪帅不满16周岁 因此法院判处了他有期徒刑11年 故意伤害之死应该10年以上 这次行 那么他认为我们量刑量的11年应该是最大证明的送行处罚 以审判之后各方都提出了上诉 2012年11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了裁定维持原判 中审裁定生效之后 汪帅和汪朝阳都已经开始服刑 而这起案件却并没有了结 因为另外两名犯罪嫌疑人汪云瑞汪鹏该如何定罪 各方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汪云瑞和汪鹏的行为 我们以前就是认为他们只是过程军军姿势 我们认为现在来看的话 原来的处理决定是正确的 在部分共犯已经被收散的法院判决 认定是构成故意伤害罪的情况下 其他共犯却依然被定性为寻衅滋事 不追究刑事责任 这是有违法律的严肃性和公正性 检查机关认为汪云瑞汪鹏的行为 属于寻衅滋事的行为 但是被害人的律师却提出 他们两个和汪帅汪朝阳一样 都应该是故意伤害的共犯 为什么同样参与一起案件 却有两种不同的罪名呢 负责此案的检察官告诉记者 之所以会产生两种罪名 是因为这个案件 应该分为两个阶段来认识 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涉案的王云瑞 王鹏 还有王帅 他们三个人的一个姿势行为 因为看着不顺眼 他们要打一个人 实际上真正打的时候 就王帅一个人打 而且就王帅打了一棍子 打完之后还问服不服 不服你去叫人 所以从主观故意的角度讲 还是从客观行为的角度分析讲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学习姿势 检察机关认为 张庚赫被打之后 打电话叫来了家里的亲戚 双方虽然发生了肢体上的冲突 但是都没有造成严重的伤害 检察机关认为 事情进展到这里 应该算第一阶段 王帅等人 虽然对张庚赫进行了殴打 但是并没有对张庚赫造成致命的伤害 而真正对张庚赫造成致命伤害的是第二个阶段 王朝阳突然用瓶子打击被害人 发出玻璃瓶子碎的声音 人们这才注意到 王朝阳手里边低着着一个瓶 只剩了一个瓶子嘴的那个东西 被害人的喊 疼死我了 然后是到底 所以我们认为呢 应该前一个阶段就是一个自私行为 后边王朝阳的打击行为导致了被害人的死亡 而且王朝阳的行为应该是一个单独的临时起义的一个伤害行为 对于检察机关把这起案件分为两个阶段的观点 张庚赫的代理律师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我认为这个犯罪行为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就是你不能人为的把它割裂它来 孤立起来说抽出其中的一段我认为构成什么样的犯罪 另外一段我认为构成什么样的犯罪 检察机关认定第一个阶段属于寻衅滋事的行为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汪帅虽然用棍子打了张庚赫的头部 但是并没有对他造成严重的伤害 从现在证据的反映情况来讲就是打了一棍子 而且打完这一棍子之后呢 从被害人的言语行动等种一系列的方面 看不出造成这个什么样的结果 当然造成了这个伤害的结果 你觉得一棍子就能造成那伤害死亡的结果吗 这不是我觉得 哪一件令结论有明确的这个难说 哪一件令结论当中也没有明确的说 到底是一棍子还是一瓶子造成的伤害 法医检定的结论是说 被害人由于脑部受外力顿性作用 导致如脑前伤而死亡 我们为这个问题呢也咨询了法医 这个咨询他们能不能就这一棍子 到底对被害人造成了什么样的这个伤 这个法医打扶我们做不出来 法医检定的结果究竟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我们也采访了这起案件的主神法官 梁侧重度小脑扁刀提山 那个山一形成基本上就不可救了 它梁侧形成的 应该是马蹄星那个应该是一个酒瓶子造成的 左侧这个也是有寻伤的 有寻伤的最后是梁侧 都出现了这种重度小脑扁刀提刀山 我们是根据法医 就是在这个结论 它又不能区别住到底是指令 两处都有作用 解合形成为一个结果 法院最终认定张庚赫的死亡 是头部所受的两处伤 共同作用的结果 如果按照检查机关的逻辑推断 整个案件应该分为两个阶段 网率的行为属于第一阶段 就应该被认定是寻衅滋事的行为 但是检查机关当初为什么又以故意伤害罪 对他进行起诉呢 这里边就有一个挺大的一个矛盾 就是要然王帅这事病重了 要然王帅这事病轻了 这个问题您怎么 对就是刚才我分析的两种意见 就是这个咱们现在检查机关对这个事情 重新梳理的时候 有一种什么新的认识呢 就是我们就是说这么两种分析意见 目前还没有定论 对于检查机关把这些案件 分为两个阶段的观点 法院的诸审法官又是怎么看的呢 诸审法官也表示 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 刑事案件一般是由检查机关提起公诉 法院才能开庭审理 而汪云瑞和王鹏检查机关定性为 寻衅滋事的行为 两名嫌疑人都不满16周岁 因此并没有被起诉到法院 就按程序上来说 对 他们只有诉过来 咱们才能够 咱们才能够审理 那么审理过程当中 具体该定什么罪 发生才能够 一次冲动 酿成了几个家庭的悲剧 相关方各执一词 争论难解难分 网吧门前的悲剧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案件已经过去了四年 记得在伯头的副镇 找到了汪帅的父亲 时过境迁 他对当年自己儿子的所作所为 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由于经常外出打工 汪帅的父亲很少 陪在儿子的身边 距离汪帅家 大约200米 就是汪朝阳的家 汪朝阳四年前的那次冲动 同样也给家人带来了 巨大的伤害 而在整个案件中 受伤最深的 就是张庚鹤的家人 庚鹤的弟 他隐约的感觉到 因为家里 我成为了这种悲伤 他弟弟知道了 也从来不被我给他爸爸 扶了我的流泪 他怕我 他知道 我给他爸爸哭了很多次 很多次 今天我们眼目视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洪道德教授 欢迎洪老师 你好 现在法院判决汪帅和汪朝阳是故意伤害罪 这个罪名 这个判决结果 您怎么评价 我觉得还可以的 不论是定罪还是谅情 我觉得都在这个 应该说 合情合理 合法这个范围之类 这个事件的起因是汪云瑞在网吧里边看张庚鹤不顺眼 然后就纠结了其他的人要教训他一顿 那这个行为算是故意伤害还是寻衅滋事 这个我个人还是认为这是属于故意伤害 为什么呢 因为寻衅滋事 法条是这么说的 叫做随意殴打他人 斗号 情节严重的 那这个地方的随意殴打 对当中的这个随意两个字 我认为啊 我们要注意他有两个意识在里面 第一呢 对于这个被害人 他是不做选择 没有特定的被害人 我也不认识他们 随机 我也不管他们是谁 我就要打他 第二点呢 随意我认为表现在至少被害人要有两人以上 我就集中打一个人 这叫什么随意啊 我本来就想打他 我本来就想打你 我最后也就打了你了 不管我们有三个人还是四个人 还是一大堆人打 那我打的是一个人啊 打的一个人怎么叫做随意呢 所以我觉得随意应该表现在至少被害人有两个意义 那我看他不顺眼 所以我想打他 这叫随意吗 这不叫随意 这影机特定的吗 特定的是他了吗 对于汪云瑞和汪鹏的行为到底算是故意伤害 还是寻衅滋事 我们的记者也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的阮齐林教授 我们来听听阮教授对此有什么评价 这个行为呢 应该说两可 说他是带有寻衅滋事的性质 那也是 因为就是看着不是你 对吧 这个完全符合无视生非的条件 又在公共场所随意打人 应该是符合的 那么同时呢 既然打人嘛 行为大人也具有故意伤害的性质 像这样的临时起义 非欲谋的这种姿势啊 或者是斗啊 那么中间一般来说造成侵杀的 大家就负共同的责任 如果有人这个 治人重伤死亡 其他人来说是始料未及的 那么这种情况通常你们是过线性 就不应该 你其他的共犯人对这种 治人重伤死亡的结果 承担刑事责任 这个案子在定性上确实有争议 刚才阮教授也给了我们他的看法 这个案子是四年前发生的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 来审视案件的审理过程 洪老师您觉得它的意义在哪 我觉得这个案子有两个公平没有体现出来 第一个公平就是在被告人和被害人之间 那么很显然被害人的死亡 的体应是那个有一个人看他不顺眼 体应要打他 才有了后面的一些殴打行为 那么从这个角度讲 那个体应殴打他的人 要是不承担刑事责任 那对于被害人讲的话 他就觉得他们的这个冤屈就没有得到彻底的这个补偿 彻底的这样一个处理 那么第二个呢 就在被告人之间不公平 或者说在行为人之间不公平 你看 两个人打了 那你触犯法律了 你要传担行为责任 那个提议打的人 那么对于那个实施的人来讲 他当初要是不提的话 没有我们后面这些事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讲 不追究那个提议人的法律责任 那么对这个行为人来讲 他觉得不公平 一场悲剧 一个年轻的生命逝去了 两个年轻人身陷淋雨 而案件本身时至今日仍然存在巨大争议 我想 另外两个没有被判刑的年轻人 也会整日提心吊胆 不过我们可以反思一下这个案件的起因 就是因为简单的 看不顺眼 年轻人一时冲动 酿成恶果 这些孩子们的成长和受教育的经历 足以让我们反思更多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也感谢洪老师参与我们养工师的讨论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